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2020年5月13日 欢迎关注觉醒精进2020线上课程的直播 在请出今天和刘峰老师对话的嘉宾之前 我要先向大家介绍一位近代被称为灵魂和思想 一直都影响着中国的大师级人物梁树明 梁树明先生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应该是不陌生的 他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 哲学家 教育家 社会活动家 国学大师 爱国民主人士 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 他著名的论点之一是 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他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治理俗 来巩固社会秩序 抗战争期间 他特别强调团结包容一致对外 他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提出 必须从乡村入手 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 1974年 梁先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 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去评价孔子 在为很多老帅辩护受到围攻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傲然正题话 三军可夺帅 匹夫不可夺治 我们知道这句话是出自论语 这句话后来也成了人民日报 1988年7月8日头条文章的题目 说到论语 中国人读了千年 也解析了千年 唯独梁树明先生 从论语中总结出了 孔子对待人生的13条原则 和14个态度 今天对话刘峰老师的嘉宾 就是梁树明先生的长孙 梁清源老师 梁清源老师的名字呢 是梁树明先生 在1957年10月24日亲自给起的 梁老先生希望长孙能成为人才 成为国家的栋梁 就像新年元旦 是一年中的第一天那样 寓意领先 梁清源老师是资深的心理咨询师 中国孔子基金会梁树明研究中心的主任 北京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专攻北大课题组的首席心理专家 西南大学的特邀研究员 今天梁清源老师和刘峰老师对话的主题是 梁树明先生心目中的孔子的人生态度 这是一个系列课程 今天是第一讲 好 有请梁清源老师上麦 就是孔子的十三种人生态度 说实话 这个课呢 应该是 我是比较貌视 但是后来一想呢 有刘峰老师在 我原来以前讲过一个类似的课程 一直呢 想把它充实和提高一下 但是也是自己比较懒惰吧 拖到现在 那么正好呢 这回受这个刘峰老师的热情相邀 我呢也是斗胆 把这个梁树明先生的 有关孔子的十三种态度的这个课程 我是准备把它弄成升级板 有些旧的内容的 我已经做了一些更改 还有做了一些新的内容的补充 所以今天呢 是这个新媳妇上教头一回 但是好在呢 有刘峰老师帮我hold住 所以我也是比较斗胆 希望今天的这个交流和分享 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非常感谢大家的到场 在这个开讲之前呢 我大概的稍微讲一下 就是梁树明先生呢 他自己讲的这个人生态度 十三种人生态度呢 最早起于77年前 1923年 他在北大就讲过这样的系列课程 但是呢 由于他自己呢 这个他自己说过 他自己始终是问题中人 所以呢 总是跟着问题走 等到他自己把这个注意力 转移到别的方面之后呢 那这个就是孔子的这个十三种态度 这个内容呢 就基本被他搁在一边了 但是呢 当时他在北大讲课的时候 他的学生觉得这个课讲得很好 而且不仅仅是北大的学生 觉得讲得很好 他还当时受邀去过全国各地 讲过这个课 包括比如说去燕京大学 去武汉的这个当时叫武昌师范大学 都讲过类似的内容 但是呢 这个东西非常遗憾 就是他当时没有留下文稿 至少我们现在包括文革当中啊 我们现在也损失了很多文稿 那么但是呢 当时他的一个学生留下来了这种笔记 若干学生的笔记 大家凑到一起 把它整理 用油印的这种克拉板的形式 把它技术下来了 那这个东西呢 后来又被另外一个人拿去出版 但是呢 因为他这个出版的比较草率 没有经过认真的教刊 而且呢 有一些学生呢 无形当中把自己的意思也都加了进去 使得这个错误非常多 这根文字的内容并不多 大概将近八万字左右 但是我后来在做教刊的过程当中 已经发现了有八百多处 所以我现在已经重新教刊了 并把它交付到中华书局 看今年能不能正式出版面试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就是梁树民先生 他主张的孔子 跟我们现在很多的号称是 这个辱学大家呀 辱学的高手啊 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他自己特别的强调 一定要注意几个问题 就是说 用他的原话讲的说 解读孔子 您肯往粗浅平时处去讲 不要往高深玄妙处去说 如果大家有很多的奇异 那我们要有一个共识 最最重要的 就是梁树民先生的一个主张 就是所有的解读孔子的东西 都要能够回到论语当中 得到印证 就是你不要紧 杜撰了一个东西去讲 然后孔子的东西 论语里的文字 全都不当一回事了 对吧 那个什么 那个姐姐 然后就在那讲了一大堆论语 在央视上还说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拿到孔子的文字当中 拿到这个儒家的一些经典当中去看 他都是一个 是他自己在那 用他的想法去产发孔子 然后把孔子的一些基本的态度 都给弄没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特别值得大家警惕的 不然的话我们 谁都可以解读孔子 大家可以去书店去看 就不要说别的 就是论语注释这类的 注解这类的书籍就已经是汗牛冲动了 然后这个张三专家是这么讲 李四专家说应该往北去 张三就可以说是往南去 最后大家看完了这个论语的注解以后 除了在文字上有些理解 那孔子的态度其实就很难找到 这是第一 第二个呢 大家都读过论语 但是读论语以后 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就是我自己读论语的时候 感觉就是论语这个东西金句很多 但是给人一种非常散在的感觉 因为他基本是孔子的日常的一些言行的记录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他完全是按照一个时间的脉络去捋下来 他没有一个意思上的提列和归笼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头一张 尽管这个弟子们做了一些归笼 但是其实大家可以看 依然有一种一会儿讲到那儿 一会儿讲到那儿 有一种跳跃的杂乱的那种感觉 那么但是梁树民先生跟大家不同的是 就是他一下就把孔子的人生态度 来归拢文语当中的诸多的经典 或者叫金句把它归拢起来 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去了解孔子 去理解孔子 所以今天呢 讲的这个时候 我一开始也跟刘芳老师交流了一下 他讲了这个人 就是孔子的人生态度 其中 什么是第一个人生态度 这个很重要 其实我看他的著作里头 他也有交错 他有的时候他会讲第一个人生态度是乐 有时候又讲 又把这个人 仁义道德的人 各在第一位 那么今天呢 我想了想 还是我们讲大家熟悉的吧 先把这个人作为第一个态度来讲 我想在讲之前 先说这么一些内容 看看怎么样 主持人 是我们是开始内容的 还是请刘芳老师再讲一讲 我听您的 刘老师您上外 刘老师 我能理解 就从一开始 您做了一个最初始的 前面的一个说明 我觉得特别好 而且把这个背景 跟大家做了个介绍 而且这里面有几个点 就是说梁老先生 这个课的重要性 就在一大部分人 在读论语的时候 他对整个观点的 可能很难拒络 拒成他的一个 比较国际性的观点 而梁老先生在这部分 他进行归纳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那至于顺序部分 就叫您的 您最熟悉的 或者您觉得最方便的方式 就讲就行了 好谢谢 您就开始了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 这个孔子的一个人生态度 就是人 仁义道德的人 因为这个人 大家这个字 有人就是直接 从字上去解 对吧 从人二 然后人就是亲者 密者 密智也 然后呢 那个孟子也讲过 对吧 然后呢 就是一种人心 梁树民先生呢 他提供了一个更直接的 因为古人的文字 大家都知道 非常的简练 这一简练呢 当然有好处 这个 因为当时 古人写东西很辛苦 对吧 他说在竹简上刻 所以他肯定也是 西字如新 因为每写一个字都是卖力气的 不像我们现在 甚至于可以语音输入了 所以当时 古人的东西都是西末如今 西字如今的 那么但是理解起来 可能就会出各种各样的这种杂乱的情况 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尽可能的把这个 孔子的这种先贤的东西 用一些我们现在普通的言语解释给大家 那这样的话呢 是不是能够准确的把握到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比如说对人的解释 梁树民先生他直接就说了一句话 叫做是一种柔嫩赌厚之情 是一种很真挚 敦厚充实的样子 是我们所固有的生命发出来的 就是人这个东西 他不是后天的 这是先天就有的 是从固有的生命发出来的 但是这个里头其实很容易理解偏的东西 就是大家老想把这个人弄成一个具体的东西 或者是一个条规性的东西 这个里头其实你比如像蔡岩培先生 胡士芝先生就说过 说人是一种完美的人格 那梁树民先生就表示不同意 所以这个东西好像是一个很空洞 很大的东西 那你让大家去做起来 或者怎么样去求人 就很难 因为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重要 因为在论语当中 按现在用电脑统计的是 109个人字 人意道德的人 而且大概有 这个论语当中有60个章目 也都提到了人 可见这个人是很重要的 那么像游子他也讲过 就是孝帝 也者 其为人之本 那这个东西就是孝帝就是人 那么在这个里头呢 大家去这么解的也很多 梁树民先生也同意 他说孝帝 何以为人之本 凡人爱之亲 爱亲近兄 与夫妇 父母之爱子 都是一种柔嫩而真挚的感情 所以在这里头 其实我们可以看 这个好像不是人格的问题 而且在这个里头 特别是梁树民先生 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生命 生命是人的根本 人是真正生命 是活气 他的这个活气是他的常用语 我的理解就是一种生机 那么显然在这个里头 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人不是一个有形的 可以写成条目的东西 当然我们是希望能够 看得见摸得着 说得清楚 讲得明白 但是在这个里头 好像很麻烦 好像很麻烦 所以在这里头呢 就是我们还是那句话 就是按梁树民先生的这个主张 就是回到论语里头去看 孔子怎么讲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是在我问三年之丧 思以七一九一 孔子说 食夫道 衣服紧 予辱安乎 曰安 那么孔子就说 这个三年之丧的 这个他的这个徒弟宰我 守丧守了三年 就觉得这东西太长了 没必要 那么孔子就问说 你在守丧的期间 你怎么感觉怎么样 这个在我就是 痴漫漫笑 什么衣服都可以穿 心情很好 那么孔子就说 辱安则为之 复君子之居丧 实质不安 文乐不乐 居处不安 故不为也 今辱安则为之 其实这个里头 不仅仅是孔子的态度 我们其实也可以看 就是说 人是一种状态 人不是一个人格的问题 他一种状态 对吧 就你在这个时候 你的感受是什么 你的情感是怎么样 所以 载我初 然后子曰 于之不仁也 这样就是不仁 说你看 这载我不仁 那么同时就讲 子生三年 然后免于父母之怀 夫三年之丧 天地之通丧也 大家都是缅怀父母 养育我们最初的 零到三岁这三年 父母最辛苦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 三年之期的守丧 对吧 那么你为什么不可以 用父母的爱 回报给他们 那么这里头 其实可以看出 孔子的几个态度 一个是讲到 对人的这个主张 从孝帝的角度 去看这个人 另外一个就是 孔子其实也讲了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什么 他没有强重从我 所以二十四孝 这类东西 跟孔子完全无关 那么杨树明先生 在谈及 孔子谈及儒家的 关键的部分的时候 他用的叫 汝门孔学 他没有用孔孟之道 也没有说 什么孔子学说 他坚持用四个字 叫做汝门孔学 那我们仔细去看 散在他全集当中的 谈及汝门孔学的 这些东西 那我得出的一个概念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讲的 这个汝门孔学 基本上是 先秦的儒家 像经学 像礼学 那时候孔子都不在了 所以那些东西 其实什么三中四德 什么二十四孝 那其实跟孔子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所以不管是 匹林匹孔 甚至于现在 有些心理学家 也是反对孝帝 其实他们 还是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他们 还是没有沉下心来 去看这些一种情感的状态 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孝 弄成一个硬性的规定 就是你跟父母的感情不好 你还得逼着他去 在那守孝三年 这个东西其实完全已经只有 徒有其表的一种形式了 所以梁顺明先生在提到 刚才就是 在我问三天之丧 这段论语的话是的时候 那么他就解除 就是说由此段话看来 就带出一个人的问题 他说什么呢 就是仿佛说 感情很冷硬的样子 就是不人 那这是一个状态 他不能一个人 不可能老是冷硬的 对吧 但是在这个时候 父母过去了以后 宰我的样子 就是不在乎 吃妈妈香 干什么都没 无所谓 该K哥就去 K哥去 那这个时候他就不人 所以在这个时候 父母已经去世了 很哀伤的情况下 结果宰我觉得心安理得 没事 那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就是他不是人 所以我们有句成语 叫做麻木不人 就是对父母的感情全都没了 对不对 他自己就想自己吃香的喝辣的 灯红酒绿 那这个时候就是不是人 但是如果父母去世了 他有情感上的牵挂 情感上的不舍 他觉得不安 就叫他人 所以这个里头可以看得很清楚 人是一种情 是一种 用上说明天上的话叫做柔嫩 堵厚之情 所以这个东西 他就说像这样一个东西 他不是人天生俱备的吗 没有说谁 我们今天先讲一讲去 讲一讲什么叫情感 这是没有的 这个是没有的 它是一个真正的情意的流露 这种自然的 一种真挚的 能够让我们感受到 被触动到 被触动到内心的一种状态 所以在这个里头呢 我自己就想起来就是 我的曾祖父 梁聚川先生 因为当时我2015年 任那个山东教育卫士的邀请 去讲我祖父的声明 这个就迫使我去做认真的功课 我就去看了 我的曾祖父的日记 那么结果我就看到 1893年的英历六月九 我祖父出生是1893年 英历的九月九 就三个月之前 那我的这个曾祖父 有这么一段日记 在这个日记上就讲 就在家中这一天怎么样 已经入眠了 这个时候怎么样 天降大雨 而且这个情况 已经不是一个短时间 一瞬间的一个咒语 而是曾祖父的日记 叫做连年以来 天灾流行 气象残举 知天星亦可知国欲语 所以这样的话 他是讲的是 从那一年的 宾地六月初七到初九 连续两天大雨 所以他自己在文笔当中写的 今此庞陀 勾绝 勾起 爆绝世 所必然 永定河一贯 大家知道永定河的北京 是一个灾河 是一个不定河 叫永定 就是愿望而已 实际上他是无定河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就说 西东南三面 因为这个河是从北边流过来的嘛 西东南三面 黎民遭大苦语 但是呢 这个时候怎么样 清翻完工 一居局外 全然不以 天心明记在心 你看 这还是一个情感 则国事 亦复和望 然后他自己特别加了一个旁注 他是什么呀 出酒 骇客 对雨 悲愤 半夜时分 他又起来补迹 叫做大雨撤淡 就下了一宿 此丑时更猛 中夜做起 心如见转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种人的状态 是一种情感的状态 他这一夜 梁聚川先生 就再没有入睡 理论上对吧 你下大雨 自家房子不漏 接着睡呗 他不是 但是中夜做起 心如见转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宅心仁厚 那么当然灾情爆发之后 皇帝也比活一下 对吧 下着 要查明灾情 但是怎么样 他只是关心 京中其人兵丁 关些防务处 他只是关心体制内的这帮人 所以梁聚川先生 因为他是在朝的 所以他自己就写了一个 就是 物不能为当国助攻术矣 就是这实在是不像话 实在是不像话 所以在这个里头 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出来 就是人是一个什么 人是一种心理状态 所以在这个里头 什么什么完美人格 那个显然是很难跟孔子讲的这个主张 以及我们大家能感觉到的那个东西对得上号 所以像蔡元培先生 胡适之先生 对人的解释 梁淑明先生是坚决不同意 他不同意的道理就是跟孔子的主张 跟论语理的文字完全没法相合 那么是就是今日之际 因为我知道最起码是应该是在去年 去年年初曾经就有也是北大的一个老教授 现在已经退下来了 但是他也发文章 他就讲什么呢 还是讲了另外一个对人的解释 叫做人相偶 就是我是不是人要看我的行动 对吧 你比如说这个老奶奶过不了马路 那我跑过去掺 那这个时候你能看出来我人 所以人呢是要有一个对象 是要从行为上来看人的 是不是这个人摘心人厚 是因为我是不是扶老邪幼了 是不是我这个冰冰有理了 那这样来看人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还不是他的发明 因为像阮源啊 郑康成啊 就很早的人啊 清啊清代的那时候的人就有主张这样的 那么大家看起来呢 好像这样也容易 对吧 你看这个人一直在扶老邪幼 那你说这人真人 真人厚对吧 又真仁义 这种话都有 但是问题就是在于 其实这个东西还是不对 为什么不对呢 为什么说人相偶不对呢 因为他只是一个现象而已 而且他跟论语 跟孔子的主张又不相合了 为什么呢 大家看论语里头 一定看到过论语里头有孔子的话 就是什么呀 对 严回三月不为人 如果我的人与不人一定是旁边有一个人在的话 那严回这三月旁边老有人跟着 对不对 因为一旦没人跟着 那按这个 这个人相偶 对吧 就是阮元和郑康成讲的那意思 那就不能算人了 因为没人啊 那他得寸目不离的跟这个严回三个月 这是一 再有一个就是孔子有一句话 大家也都听说过 我遇人私人质疑 我要人 人就来了 那怎么着 就是孔子要 人 然后旁边马上就站上人 这个显然都跟孔子 跟这个论语里头东西是不合的 行为当然受他的心理状态的引导 所以这个人 我个人还是比较赞同梁树铭先生的主张 他是一种情 是一种心理状态 对吧 他是当然可以表建在行为上 但是绝不仅仅是只有行为 才能看得出来 不然的话 那就是刚才我们讲过的 像论语当中的那个诸多的讲述和文字 以及言回三月不为人 那就很麻烦 旁边老得跟着一个人 所以显然人是什么呀 发端于人的自然的一种温暖的情感 对吧 你可以看孔子这方面也是做得很好 在论语相当当中 就是马救 救坟子退朝 约伤人呼不问马 这个时候怎么样 就是马是一个很重要的交通工具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家里的车 汽车 那么就是马救着火了 子退朝 约 就赶紧问 人伤了没有 他没有说马伤了没有 可见什么 是一种情感 是一种他的关注的心理状态 所以在这个时候 人是什么 无亲疏冷暖 无利欲得失 人就是心境很安畅 很柔和 很温和的样子 他是样子 他不是一个条规 不是一个什么什么硬性的规定 所以在这一点上 可以看清楚 就是人是什么 人是有条理平顺 平稳 很随顺 不人是什么 不人 这个人的心理是杂乱无章的 是冷硬的 所以 人心是那颗原本的心 来自于生命的深处 真知情厚 柔嫩如小孩 小孩没有利害得失 没有那么多的逻辑的判断 他只是从感觉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小孩子 见到生人的时候 他会很直觉的 跟一些人躲开 跟另外一些人去亲近 他没有什么社会经验 也没有去看看你的名片 你是谁 他不是谁 他是一种直觉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这种人 他是一种心理状态 是一种情感的表达 当然可以通过行为 让大家去看 看到你是不是一个人人 是不是一个人后的人 情意上是怎么样的人 对吧 那就是说 日久战见人心 这是一个更重要的 给我最大的一个 让我醒悟的一个点 就是什么 就是杨树明先生 就是用孔子的话 直接把这个人 非常明白的解出来了 因为大家可以看 在论语当中 有这么一句话 叫君子 道者三 我无能焉 仁者不忧 知者不厚 不惑 勇者不惧 然后子共曰 夫子自道也 那这个时候大家注意 所以 梁树明先生的解就非常清楚和明白 他就说 你看 知与获 对吧 你了解和不清楚 是相对的 勇敢与畏惧也是相对的 注意 人 仁义的人与优 是相对的 所以那怎么办 你要想做仁者 仁义道德的人 不是那个仁者神规的那个人 仁者就必须不忧 那你想不想做一个不忧的人 不忧就是乐了 对吧 这个孔子还有一个人生态度就是乐嘛 所以 那其实怎么样 孔子说 仁者不忧 那到底仁者是怎么样呢 好 那就是不忧的人 也就是说 你忧心忡忡 就是不忧了 不是我们觉得 一种很拘谨 很谦功 很低调 甚至于所谓谦卑 就是人 不是 因为仁者不忧 这是孔子的话 而且子宫讲得很清楚 夫子自道也 就是他在说他自己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包括刚才讲到的 就是说 人是一个心里头是 平顺的 安宁的 对吧 然后 不忧是心里是杂乱的 那怎么样 那也就是忧的 那么在这里头 我们还可以回到论语当中去看到的 就是 君子 坦荡荡 小人 长气气 你看 那这个也是 君子肯定是人的 小人是不忧的 那一个是坦荡荡的 一个是长气气的 那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心态 都是一种心态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显然 就是人相偶也好 或者人是一种人格也好 最起码 最起码跟孔子 跟论语当中的东西 是对不上茬的 所以我自己看来 大家也都读过论语 梁淑民先生 特别指出来的就是个人者不忧 那当然反过来就是忧者不忧 同样嘛 对吧 你或者就是不知嘛 对不对 你拒 拒者就是不忧嘛 那当然反过来 就是忧者不忧 那我们是不是想都做一个人人 那就是我们是不是想做一个没有忧虑的人 无忧嘛 忍者无忧嘛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自己觉得 特别是梁淑民先生提出这种主张来 就是要回到论语当中去 要能够跟论语当中的主张 孔子本人 孔子弟子的主张 能够 顺利的自洽 完容 完全的圆容在一起 这个很好 我先讲到这吧 我刚才可能讲的有点多了 还希望刘峰老师点评一下 谢谢梁老师 我刚才静音了 接着慢一点 从人说起的呢 刚才梁老师把这个梁老先生 对这个人的 这个最核心的这种表达 通过文语的这个人词系统 表达出来 其实呢这个 因为《论语》这个这部著作呢 实际是一个 它内在和外显 它有不同的层次 不同的境界 它有形而上 有形而中 有形而下 所以我们也就知道 为什么说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 但是呢对它的解读呢 其实呢正好是在这个 上下 这个中间的状态的时候呢 容易让现实人能够听懂 同时呢又能去领悟 它内在的这个含义 那么我们用这个科学的这个时空能量关系来解释 跟这个这个刚才梁老先生和这个梁琴 梁琴言老师的这个解释来讲呢 我们可以这么来回应 回应一下 首先呢 他强调的特别重要啊 它是一种状态 这个状态 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心态 但这个心态呢 它投影到这个空间里显示的是一种状态 那这个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太字在这个古文里面啊 就在繁体字里面 它是一个能 下面一个心 那实际上呢 它是一个能量和空间 这个宇宙的这种存在的状态 存在的这个本质 本体是这样的 那么人呢 实际是一个最符合 这个在我们生活在这个时空里面的人 的一种本来的样子 所以它是一个柔嫩 为什么柔嫩啊 我们说这个柔嫩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它这个能量是一种自由状态 它不执着在一个固化的能量状态上的时候呢 它呈现一种柔嫩 它可以随动 可以跟任何一种存在同频共振 这个我们也从这个科学的语境里面 了解到一个很简单的 这个时空里的所有的事件的发生 所有的事物的存在 的唯一原因 是能量波的同频共振 那么这个能量波同频共振 形成的这个状态 就是一个人的状态 就是它的频宽足够宽 就是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这个频宽 能量频宽 就人的意识啊 决定了自己能够接纳的这个事物的这个 这个范畴有多大 也就是你的心量有多大 那人呢 代表了一种什么呢 它代表了在这个三维空间 无限的接纳 啊 就所以它呢 这个真正制人的人 他没有接受不了的东西 在这个时空里面 他都能够啊 跟任何一种存在同频共振 啊 所以呢 它呈现呢 就是啊 可以投影 既是一种内在状态 同时它又可以投影在行为上 啊 它可以通过行为显化出来 啊 它既是那个柔嫩啊 柔嫩就是它的自由 自由属性 啊 你说一个固体的东西和一个水相比 那水的感觉呢 要比这个固体要柔嫩的多啊 那所以说水的自由度更大 所以人呢 代表的是一种在三维空间里面的最大的自由度的能量状态啊 这个能量状态里面表示了一个人的内在状态啊 这个因为我们每个人啊 跟这个能量的本体是一体的 是一致的啊 所以它是由固有生命发出来的 那这里边呢 我们要特别啊 特别强调 就是刚才老师也强调啊 就生命的深处啊 是我们我们理解这个生命的深处是指的什么呢 啊 用我们对这个宇宙和生命的关系来比较啊 来来解释了 生命的深处就是内在的高维啊 所以这个人呢 是从内在的高维啊 能量而显化在这个空间的 那么这个呢 就跟中华传统文化的这个道德文化系统关联起来了 啊 他讲道德仁义理智信 是在道德经里啊 专门讲师道而后德 师德而后仁 师言而后义 师言而后理 啊 所以呢 就是说恩为恩其一无穷大 是道啊 到了恩卷一为叫四维啊 全是德 那从这个从四维进入三维 这叫师德而后仁啊 就是道德为我们有形生命空间的所有的生命啊 这个时候最大的能量是人 但是他的根是什么呢 是道德德 是内在的啊 所以他呈现的这种状态呢 是一种啊 能够跟这个空间的所有的能量产生共振的状态 那么我们都知道每一个 每一个生命内在的高维能量啊 是具足圆满的 所以呢 他呢 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 生命的内在是本次具足的 所以呢 人者不忧啊 为什么不忧啊 他不忧的理由是什么啊 所以内在本次具足是人的根基啊 人的基础不在于啊 他外在的能力决定的 也不在于他外在能够整理的整合的资源决定的 而这个人恰好是由内在决定的 所以刚才那个老师专门讲啊 他是那个内在的状态 而那个内在状态 他可以投影到现实来呈现出他的这种状态 那投影在这个时空里面的那个状态啊 最容易让人啊 感受到的就是爱啊 就是爱 而且呢 他又是那种坦荡 为什么会坦荡 因为他的平宽足够的宽 他看所有的存在啊 都可以来跟他的能量进行同行啊 他都能够调制和参与啊 所以这个呢 就是他没有任何的优啊 所以人者不优啊 在这个这个逻辑系统里建构起来的人呢 我们就能够去理解啊 梁老师先生讲到的这个 第一啊 他的柔柔嫩 第二呢 他的赌赌厚啊 这个赌厚又是敦厚充实 其实这个充实不是指着外在啊 有多么坚强的物质体系啊 实力 有多么强悍的体魄啊 是充实 也不是建构多少知识 有人知识很多 但他的那种充实和真质呈现不出来 为什么呢 高维对三维而讲叫真 因为他是投影员啊 那么也就是三维的投影员是四维啊 四维相对于三维来讲是真 四维的投影员是五维 五维相当于真 所以高维是相对的真 所以真质就代表了一个内在跟高维能量连接 他才能接近这个真 到了N维 其余无穷大那叫本真 那叫一真法界 那叫博尔 那才是真正的真 所以从这个角度贯通下来 才知道那个真至敦厚是什么 实际是讲的厚德 也就是他内在的充实 内在厚德载物 有了内在的内德的话 他体现出来的人是有根基的 他不是一个只是表现在外在的 也不是只是表现在这一个有限空间层次的一种状态 他的状态是有底蕴的 所以当然这些部分是要让人去污出来的 他不是在这个因为在孔子这个时期 这个儒门孔穴 他是为三维的人设计的 是讲给人听的 所以他不讲那些高维的那些虚虚幻幻幻的东西 因为那些东西呢 有的时候反而容易障碍人们在这个 这个绝授层次 形成中间层次的障碍 所以他不讲这一部分 那这部分要靠什么呢 要靠每个人自己去悟出来 因为高维不在外面 你讲出来都是道理 道理不是道 就像物理不是悟 所以所有在儒门孔穴系统里面的高维智慧 形而上智慧 都是要人自己去悟 而不是给你以知识的形式 以道理的形式说出来的 所以这就是儒门孔穴的一个特征 他跟这个孔孟之道 这个道还 这个讲的这个还不一样 因为到了孔孟之道的这个层次的话 他就必须得把这个 通向生命彻底觉醒的这部分表达出来 所以儒门孔穴呢 他更朴实的 能够让每个人在当下 在这个时空里面就能用 就能理解 就能按照这个比较通俗的这个语言 那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人就在刚才梁老师讲的这些内容里面 他已经从好几个方面表达了人 比如像守丧的 这个他也有一种人的 就是那个悲悯之心 笑涕 他也表现出了人 同时呢 这个不忧 也表现出这种人 所以他呢 把人归结到这种状态 所以这个呢 那我们就把这个状态 用科学的逻辑跟大家解释 这种状态什么呢 是内在能量的贫宽 你的贫宽宽的话 你这个状态呢 就是坦荡 就是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你的心量大 你跟这个时空的所有的存在之间 就能和谐的共生 共存 如果那心量不够的话呢 那你可能只能在你有限的心量里边 这里边你能够还能够自处 你一旦在你心量之外的这些能量 要不就是对你伤害 要不就是你伤害他 就产生冲突 产生不能接纳 所以呢 这个时空里面很多问题 都表达在这个人的境界不够 人没有达到一定的境界的时候呢 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冲突 纠结 分别 真正的人 他没有这种强烈的分别对立 他是以一种包容 和跟所有的存在 都能同频的这种状态 谢谢梁老师 您继续 非常高兴 有这个刘峰老师帮我压阵 因为刚才他讲的时候 我也非常认真的听 特别是这个 他讲到这个更高的维度 然后去来了解我们 自己同时呢 去了解孔子的人生态度的时候 就让我想到那种先贤的一句话 他就讲到的就是道可道非常道 所以刚才刘峰老师讲的这个对我也很有启发 确实也是 就是如果你能够一句一字说的清楚的 那他都是非常具象的东西 那种空灵的东西 以及就是直科议会不可言传的东西 他还是没办法把它形诸于文字 另外一个就是反而这种形诸文字的这个可能的时候 也会把我们自己锁死在这个维度里 锁死在这个空间里头 所以跟这个刘峰老师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很荣幸 那么下面呢 我还接着讲 这是就是梁树铭先生 以及我对梁树铭先生 对这个孔子人生态度的再度的理解吧 那么这个呢 我想还是讲一个具体的人 这个人呢叫武雍伯 武雍伯先生 这个武先生啊 是一个很传奇的人 另外一个呢 武先生严格说起来 是我的亲戚 那么而且这个武雍伯先生呢 跟我的祖父梁树铭先生 就是殷亲 就是说白了 用咱们现在这个北京土话说 就是一道挑 就是姐姐 姐姐嫁给了武先生 妹妹呢 是我的奶奶 他们是这么一层关系 但是其实这还不是仅仅是因为有亲戚关系 所以我来讲这个武雍伯 武先生 武先生呢 他是一个军人出身 19岁就从广东的那个殿慧学堂毕业 就相当于士官学校吧 那时候还是清朝末年的样子嘛 相当于从那个士官学校就毕业 很快就当了管带 这个管带大概就相当于营长 已经地位很不错了 但后来呢他不甘于如此 又去继续求学 他就成了这个叫中央陆军大学 民国政府的中央陆军大学第一期的学生 而且他是第一期这个毕业生里的第一名 他就留校任教 而且严格说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空军司令 就是这个武雍伯先生 当时是一个空军科 他是科长 就当时民国的空军是归他管的 这个都不说了 这是他的一些背景的介绍 而这个武先生呢 在抗日战争发动起来以后 他自己组织家乡的人民 他是广东人 他在越北 就是广东的北部 这是民国政府给他的方号 就是越北第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 武先生是这个越北第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 他的兵呢 大概将近有两千多人 但是当时也是跟日寇斗争的需要吧 也是时聚时散 一会儿就打游击去了 一会儿又集中起来 但是按我们现在了解到的那种抗日的史料 以及日本方面的记录 就是在越北 日军是很怕跟这个第四纵队作战的 因为这个第四纵队是比较能打的 战斗力很好 所以武先生在广东北部率领这个部队 抵抗日寇是很有名气的 那么我们现在倒不是想讲他的打仗 而是讲他的一个日常生活 就是有一天他带领了一个三千多人的队伍 行军至某地 这时候已经是中午时分了 那么这个时候住下来呢 他们准备武艰在这休息 所以他很快就派出这个侦察兵到四周去侦察 那么侦察兵没过多久就回来报告 说一队日寇正从南往北跟踪过来 这个武先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什么坚持睡午觉 坚持睡午觉 而且他这个坚持睡午觉 给我爷爷留了很好的印象 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人的本领很强 武先生的本领很强 他本领强在哪呢 他能睡觉 他能睡觉是一个本领 就为什么呢 想睡就睡 当时我祖父从北大辞职离开以后 经过了一段波折 然后就来到了广东 来到了广州 武先生就请他们几个朋友 包括祖父在内 四个人吃饭 那个八仙多人就坐了四个人 吃完午饭 武先生就跟他说 他说我得要睡午觉 你们接着聊 那么武先生就把他自己的那个座椅 转了一个角度 两分钟之后 武先生就睡着了 一刻钟之后 武先生就醒了 所以这个东西让我祖父很佩服 因为我祖父说过 人生最大的本领 就是能够使用好自己的身体 他不认为学习是一个本领 他认为能睡 能把握好自己身体 是一个大的本领 是一个很高的功夫 那么武先生到这儿了 行军到这儿了 日寇被报告说是跟踪而来了 他还想午睡 那么当时呢 因为是武坚嘛 也没有耗房子 没有就是要老乡去腾出一间房子 他来睡 没有 他就跑到这个村子里头 大家都知道有那个戏台 他到那个戏台上去了 拿了个椅子坐在那上头 他坐在那儿想一想 他说这个敌人不是从我们来的 而且不是要打我们的 这个日本鬼子是要去别的地方 随随呢 他吩咐部下 注意警戒 我要午休 你像这个日本鬼子说是 侦察兵说奔那儿来了 他要午休 让大家警戒 那么他呢 就在这个戏台上找了把椅子 坐在那上头就睡起来了 那个参谋长呢 就很紧张 赶紧让那个侦察兵 说你再去看看 那个日本鬼子怎么回事 说那个回来报告 说日本鬼子离着更近了 说要不要叫醒他 那这个时候呢 他走进这个吴先生 坐在椅子上安睡的吴先生 他一开始以为吴先生啊 就是闭目养神 对吧 这个静一静 未必睡得着 但他走进前一看 吴先生睡着了 睡得很熟 真的因为吴先生是司令 他也没敢在京都吴先生 赶紧跟那侦察兵说 你再去看看 那个侦察兵又去了 回来报告说 那个日寇拐弯了 没有搬这来 所以我祖父就对我讲 就是这个吴先生啊 就是一个真正的纯儒 就是这个纯久的那个纯 纯厚的那个纯 不是单纯的纯 是那个有字边的那个纯 说吴先生是纯儒 那么在这里头呢 其实梁淑宏先生就说 就是孔子就是这样的 因为是提得起放得下 普通人要不然就提不起 要不然就放不下 那么孔子呢 他能够真正在自己生命上 自主自如 这个学问不是从书本上 对吧 你背个知识点 弄一个标准答案 不是随便讲一讲 说一说的学问 这是孔子的生活之学 文语不是讲很多的大道理 论语是讲孔子的生活 讲他对生命的主张 所以这一点给我印象很深 特别是吴先生的这个所作所为 因为这个都是祖父讲起 所以吴先生都是非常的钦佩 非常的敬重吴先生 他说是世界上他最最钦佩的人 就是吴先生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吴先生可以做到不忧 安然午睡 他不忧 那么我再想讲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也是非常意外 因为其实我跟祖父生活了三十多年 但是其实那阵 一个是年纪小 再有当时的这种政治环境 也造成了一个 就是其实我父母在谈及我祖父的时候 基本上采取的态度叫做存而不论 就你爷爷很厉害 就干什么呢 不知道 我心想非常深 因为那是搞文革嘛 动不动就要填身份 动不动要填身份 动不动要填社会关系 那每每填到我爷爷的时候 我心想很深 我就问 我说这个社会关系 那我爷爷得填啊 我说怎么填 我妈就是你问你爸去 他自己也很难表态 所以我父亲就告诉我 就填民主人士吧 我自己小学嘛 也不太清楚这民主人士是干啥的 反正就填上就是了 所以其实祖父当时干什么 以及因为什么大家很佩服他 都是不知道的 这个有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 对吧 你其实从我父母那讲 他也很没难 你不是讲实话吧 那小孩嘴也不言 出去再讲了 对不对 然后你比如说让我父母去黑我爷爷 他们肯定也是于心不忍 所以基本就是存而不论 所以爷爷在我们心目当中 具体的打交道没有问题 但是究竟他是 在成人的那个社会领域里头 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基本上是不知道的 所以在日常当中跟他交流的时候 也都是日常生活的这些事情 包括自己遇到的一些困难 所以有时候他愿意跟我讲一讲 他自己的故旧 很多的事情他其实是不讲的 所以这个事情 就是我对我爷的了解 有的时候实际上是他已经离开以后 他已经离世 已经去世了 我们才了解 我祖父是88年的6月下旬去世的 那么到了1990年的时候 就他已经去世了两年了将近 那么我们看到一个杂志 现在这个杂志大概不在了 是辽宁那边出版的 叫万象杂志 在这个万象杂志上 登了一篇介绍我祖父的文字 这个文字呢 大概是这样的 我来简单的读给大家听 他说说1940年的5月3日 日寇对重庆大轰炸 这次轰炸呢 造成了死伤500多人 当时呢 梁树民先生呢 因为是国民参征会的最高参议员 他正在重庆参加这个国民参征会 当天他在重庆城内的观庙街 就观帝庙 对啊 观庙街的协进中学 协和的协 前进的清 协进中学内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作者 他们是平教会的 就是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人 他们也借助在那里 那么大家知道 因为当时中国 对日寇的空袭完全没办法 只能钻方共同 只能躲起来 只能被炸 说句难听的话 只能是被炸 只能躲 一点办法都没有 完全没法跟日寇较量 那就大家都跑 跑完了以后 这个警报解除了以后 他们回来 回来以后 大家知道重庆是一个山城 很难得有平地 所以呢 学校一般 山城重庆的 如果有平地的话 一般都是什么 搞个操场 搞个篮球场 那么结果他们回来以后发现 协进中学的操场上 正中央放了一个腾的圈椅 大家很奇怪 这个跑警报 这怎么一个腾椅在这 结果问了一下学校里的人 说 大家们都一听警报 大家都跑了 然后呢 来了一个客人 也是不是这个学校的人 警报时间 拿着腾圈椅 跑到 重庆 这个协进中学的操场的 正中央 去看书了 因为客人 不会记错 因为说 看到这个客人 鼻上 鼻子上架的是 无边框的眼镜 穿的是 长袍马裤 正是 梁树铭先生 他那个长袍马裤呢 是国民参政会的那种礼服 而且当时参加 国民参政会 没有现在这种 什么什么刷脸啊 上的东西都是有一个徽章 那这个东西 就是在这种重庆大轰炸的时候 他拖了一个腾椅 跑到这个矿地里头去看书 这个事情我们完全都不知道 是后来大家的回忆 后来他在生命当中 我祖父在生命过程当中 屡次历险 大家都很担心他的安危 但是梁树铭先生 他就自己非常坦荡的讲 因为他是在给我 父亲给我叔父写的私人信件里讲 就说 为往事季节学 为来世开太平 此我一生之使命 我的三本书 人性与人生的三本书 还没写完 我怎么可能会死 我若死了 天地将为之变色 历史将为之改写 那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那在我来说 是根本不会有的事 是万不会有的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自己的这种 忍者不忧的那种状态 因为这个我们完全不知道 后头还有很多人回忆 比如说包括很著名的 钱家居先生 袁侯顺先生 多次讲到 突遇日寇轰炸 镇的那个房屋的这个天花板的土啊 这个是那个白灰都掉下来 弄在身上 大家都是大惊失色 梁先生安然如骨 谈笑自如 他说这个不是装 因为突然来一个炸弹 你装这事 你得有一个过程 对吧 它是完全是一种条件反射 似的那种恐慌 它没有 它没有屡次 有撒空了的 有千家居的 有袁洪寿的 那么再加上这个 我们看到的这个万象杂志 1900年的这篇文章 可以看得出 它是一种真正放得下 至生死于度外的一种状态 再有一个 他就讲过 这个人 是一种不忍 心里的是柔嫩的 堵厚的那种状态 这里头呢 大家可能也 对他有所了解啊 对我祖父的生平有所了解的时候呢 大家会知道 曾经有一个事情 就是他多次想出嫁 从14岁 萌生出家的念头 到16岁 坚定了出家的念头 到19岁 他因为怕父母不高兴 从19岁正式开始吃素 一直到最后生命的终点 那为什么他不出家了 那就是 在他在 1917年春夏的 香蕉的时候 他自己准备去南越恒山出家 准备去南越恒山出家 在路途当中 因为大家知道民国的那个初年 军阀混战非常厉害 路途当中 遇见那种 溃散了的兵 流窜强烈 奸淫烧杀 让百姓 生灵涂炭 那种 直接的 目睹 在自己眼前的那种惨状 强烈的冲击了他 所以他自己 一回来放弃了出家的时候 他自己就 奋笔写下的就是 物曹不出 如苍生河 因为他自己想过叫 不能做一个 置身 度外的这种情况的 去做一个自了害 必须回到世间来 必须回到世间来 所以他自己在那文章说 物曹不出 惜就死关 物曹若出 都是活路 物曹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些好人 我们这个有向上之心的人 对吧 所以 虽然我们没有兵 我们没有枪 但是我们是人数最多的 我们手握全国之书籍者 全在物曹 截乎物曹 其兴起 物曹不出 如苍生河 他把这个东西 自己用蜡纸刻印 然后印了数百册 因为他已经去北大教书了 他就把这个 这个游印的这个小册子 物曹不出苍生河 放在北大的这个 教室的楼道里 这个东西其实还是什么呢 他最后是一个行动 这个行动就是 他联合了李首长 李大钊先生 李大钊先生的这个号是首长 他们两个人联名呼吁军阀裁撤兵远 减少战乱 避免民众受苦 那大家都觉得你这是搞笑 对吧 你两个人手无腹肌之力 然后让军阀交枪 放弃军队 这纯粹是开玩笑 他不管 他自己不管 他觉得这个事情对就要去做 不能计较是否有后果 是否有好的后果 而是执心就是道 因为他不忍众生 在苦难当中被煎熬 所以他放弃出嫁 回到世间来 所以这个小册子 在被他流传开来之后 非常有意思 有两个人的反应 非常值得注意 一个呢 就是胡适之先生 胡适之看到了这个 路草不出 不出如苍生河的这个 有意小册子 胡适非常感慨 就说呀 这个梁先生 好大的口气 梁先生这个人将来是会要闹革命的 还有就是大家 可能知道的一个就是 顾弘明先生 所以一天下课了以后 因为这个搁在楼道里 那么我祖父下课 然后看到顾弘明先生 也在这个楼道里头 就拿起来了这个 物草不出如苍生河的这个小册子 在看 因为顾弘明先生 大家在北大是很容易看清楚的一个人 因为他已经进入了民国了 他还留着小辫子 他还留着那个辫子 那种清朝的那个辫子还留着呢 所以他呢 就看到顾弘明先生 捡起一册 物草不出如苍生河的小册子 在那仔细翻看 翻看完了以后 归归整整地放回去 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 有心人在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梁树明先生 因为他不舍众生 故当人不让 人是一种心态 在此我觉得 也可以更加清楚的 让大家了解 什么是人 再有呢 我们还是可以回到论语当中 对吧 那么论语当中就是 人远乎灾 我遇人 私人之矣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么梁树明先生的解读就说 凡是作为一个人 他没有不仁的 那个就是仁义道德的那个人 没有不仁的 即使加入后天的东西 也没办法 使他内心的那种人 被消灭掉 这是干不掉的 因为人 人民的那个 人就是人 对吧 孔子也讲过 君子 无中日 中时之间为人 造次必逝 颠沛必逝 那可以看出来 就是什么 不仁 必定就是违背人了 违背仁义道德 这个人了 那么君子既然 不可去人 那怎么办 那就是要让自己 能够 时常保持人心 当然这个很难 所以 颜回 三月不为人 就被 孔子如此感慨 三月不为人 所以可见 在这个过程当中 包括在论语里头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 诸侯问孔子 就是谁是人 孔子讲了半天 就只有 只有这个 颜回 其他 很难说是人的问题 对吧 所以孔子在这里头说 不仁者 不可以长处约 不可以长处乐 因为 这是那句话 因为你不仁了 那肯定就是忧了 对不对 忧呢 当然就没有人 就没有乐 也不仁 所以在这一点上 梁书铭先生 他特别为什么 讲这个辱门孔学 他讲说 孔子的这个学问 是什么 是为己之学 是为自己的 是仁者自爱 是儒家生命哲学的根基 不是像 那个什么姐姐讲的 就是好像一个技巧 一个套路 一个话术 都是不对的 对吧 那么怎么去做到人呢 忠述之道 而已 忠述之道 就是人 忠述 这个东西 其实我还想稍微讲一讲 在这里头 我更理解的就是 数不是别的 不仅仅是宽数 那我们看这个字 数这个字 是什么 是如心 所以从这意义上 我的体会 可能应该 是不是可以把它 更准确的理解为 就是心理学 经常讲的那种 同理心 是同理心 感同身受 所以你从同理心上 你去解释 所以孔子为什么可以 就是 己所不欲 不识一人 他是基于同理心 不仅仅是 你什么东西 我忍了 我宽恕你了 不是 是同理 心同此心 情同此理 是一体的 是天地之间 没有隔爱的 这种状态 再有一个就是 我们大家可能 也听过一个成语 叫做人者无敌 人者无敌 因为这个呢 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上个世纪 二十年代的时候啊 这个胡适先生 曾经写了一篇文章 有一个杂志 这个杂志的名字叫努力 他说这个努力啊 这一年多来 写了很多文章 但是其实这些文章都无所谓 都不及有一篇 批评梁树民张军迈的文章有价值 这个五四起手 陈都秀立刻就呼应 说梁树民张军迈 被视之教训一顿 开不得口 这是思想的一线曙光 那看到这个胡适两个人的文字之后 我祖父就写了一篇文字 发表在这个报刊上 他是这样写的 他说天下肯干的人都是好朋友 在这一点上 彼此有同的一面 相同的那个同 有同的一面 我们大家都是愿意为社会进步尽力的 同时他指出 他说我不觉得我反对 陈独秀胡适之他们的运动 我也没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 或者他是我们的敌人 我是没有敌人的 我们大家彼此虽有不同 但是抱着各自那一点去发挥 去对社会去尽力 那最后成功上 还是相成的 因为我们是想让社会好 那正是我们共同的需要 所以我不需要去打倒胡适之 干掉陈独秀 我才得成功 所以我是没有敌人的 所以这个事情 就真正让我去理解了 就是什么叫做人者无敌 他是一种很柔嫩宽厚的 他没有想与谁做对的事情 他只是让这个社会好起来的一种心态 所以他不是假装无所谓 真实际上心里头还有恨 还有怨 没有 他只是强调 我们能干的人 我们肯干的人 我们希望中国好的人 我们都是一伙子 我们不应该成为敌人 也不是敌人 还有一个事情也让我感触很深 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1918年 这时间就更久远了 对吧 一百多年前了 11月7日 那么我的曾祖父梁聚川先生 他正好要出门 要从家里出去 那这个时候呢 我祖父已经在北大上课了 讲学了 那祖父正好应该是下班回来了 两个人在这个家门口这相遇 因为当时大家知道 1918年的时候怎么样 一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 而且由于这个武器上的改进 特别是机关枪 火炮什么这些都发明了 所以使得整个一战的这个伤亡的数字 非常的惨烈 战况非常的血腥 那父子俩呢 又谈这个一战的情景 谈了一段以后 我的曾祖父梁聚川先生 就问我祖父 这个世界会好吗 因为他看到这么大规模的 对吧 成万成十万的这么图露 还是觉得很哀伤很悲哀 很凄凉 所以他就生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世界会好吗 我的祖父想了想 回答他说 我相信这个世界会一天天往好里去的 那么梁聚川先生 我的曾祖父一边自言自语 淡淡的说道 能好就好 能好就好啊 从此 我的曾祖父离家而去 三天之后 梁聚川先生 在静夜湖 也就是现在的积水潭后边 他投水自尽 那么此时此刻 据梁聚川先生的六十大寿 还有四天时间 那么后来在整理我曾祖父的遗物的时候 看到他的遗书是这样写的 国性不存 我生何用 国性存否 虽非我一人之责 然 我既见国性不存 国将不国 必自我一人先寻之 而后唤起国人供之国性 为立国之必要 所以我的曾祖父 他因为心怀家国 故舍身成人 对吧 这个是 这是我们明白吗 对不对 杀身成人 舍身成人 他不是旁边还有一个人吧 所以再次表明了 这个成人 人 他是一种心态 是一种心理的状态 是一种很难得的 很宝贵的 心态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 我们怎么看 我们能不能真正成为人人 所以其实讲了一大堆 梁树民先生也好 孔子孟子也好 其实一直都强调 人就是仁义道德的那个人 是人类的这个人的原来的本人 所以梁树民先生的一句话 他是这样讲的 说我们要声明的是 人是原来人有的心 他是心 是一种心态 这面则心里是很难过的样子 那面则是心里很冷硬的样子 他是被触动的 是能够柔嫩的 有温度的 第二 孔子生活是什么 是人原来的生活 孔子的最高理想没有那么多 什么 最高的道德 其实就是本来的事实 他的主张 当然就是人原来的本人 所以人没有那么悬 也没有那么容易 他是我们回归原来自己的那个真实的样子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成为真正的自己 有关人的内容 我今天先讲到这 下面恳请刘峰老师点评 非常感谢 谢谢梁老师 那么我们在这一段特别重要 讲了一开始讲两个人的经历 就是吴庸博 还有杨老先生 在40年的经历 实际上在吴庸博这个案例里面 这个例子里面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 就是在当下无忧 他说人的特点是无忧 为什么会无忧 还是要问这句话 为什么无忧 他依凭什么为无忧 其实这里面 这个时空里面 有一种人 他具有一种状态 他能获得在现实中 获得一个成功 获得一种自在 或者一个驾驭生命 的一个种状态 实际上 他是有两个层面的存在状态 一个是他通晓现实的一个游戏规则 他跟现实的游戏规则 基本上是他能够关联的 还有一个是他有高危的意识的觉知 或者说这个人 他的直觉很灵感 为什么什么是直觉 是来自高危的信息 所以其实这个世界 你就看这些成功的人士 其实都是直觉力非常强的人 对人的直觉 对事的直觉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他们内在 是可以超时空的 有感知系 有感知的 只是这些东西 他不是用语言能够表达的 有的时候 他就是一种直觉 我们曾经问过很多成功的人 你人生最重要 那几步决策的依据是什么 就是直觉 直觉是什么 来自高危的信息 这是第一 另外他又能跟现实关联起来 他能相信 他的直觉在现实时可以实现 这个也是他成功的一个基础 所以这个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系统里面 管的叫内圣 甚至高危 以高危 以恩为智慧 作为生命的这种 生命的目标的 这种人称为圣人 以高危作为目标 这就是贤人 所以这个神圣的概念 实际是由人的内在的一个诉求 生命的本质诉求 但有的时候 他可以用信仰的方式呈现 也有的时候 他是一种不可言语的 不用言语的方式呈现 但是他的内在 他知道灵魂的提升 人生内在的提升 才是他内在真正的诉求 所以这个时候 他你可以关联内在的这种高危信息 随时在现实中 而现实中的所有经验 都跟他的内在提升 可以关联起来 那么武庸博 他在这个时候 他的无忧的状态 他进入的是一种 生命的自己状态 其实同时这里 还有他对整个世界判断的这种直觉 所以他就能直觉到 你看他说想了想 他去睡觉了 他想了想了一下 实际不是像人一般的思想 也不是分析 这种分析实际是没有用的 因为这个分析的时候 来让我们分析的因素有特别多 那你拿哪一个因素来做决定 只能靠直觉 所以他的直觉就是 他不是来从我们这来的 所以他能达到这种无忧 是有内在底蕴的 也就是他的状态在这儿 这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做到这一点的 那再一个就是说 当有底蕴的人 他在现实中 他能够做到什么呢 洞中静 乱中定 你看有些人在这个 洞中 所以第二个例子 也说明这个 因为梁老先生 他的内在底蕴 他是一个非常厚重 而且他是能够 跟自己的内在的智慧 和这个现实 在于一种关联 他不是一般 就是一些人 饱读 这个诗书 就非常对知识 假意的 非常丰富的人 在这样的事情面前 那他都是一般的 这种凡人人性 会自然暴露出来 那大家都怕 都恐惧 但是梁老先生 在这个轰炸的 别人都在躲的时候 他们居然拿个凳子 在操场上 坐着能看尽书去 这就是这样的人 他的内在 他是从洞中定 洞中静和乱中定 这是功夫 这种功夫实际上 是跟内在是关联 是相关 那是相关的 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几句话 说的特别的重要 特别重要 就是 就是 不舍众生 当然不让 就他原来是想出家的 原来觉得这个时空里面 他已经希望能够回归到自己生命内在的追求上去 但是他发现 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这个乱世 他突然发起了这种怨力 这种怨力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非常大的武槽 这个武槽是什么意思 武槽是觉醒的生命 他指的其实代表是觉醒的生命 他不仅仅是好人 有些好人他愚痴的一种愚痴状态 他只是一个烂好人状态 对这个苍生意义不大 而一个觉醒的生命 他要为往盛寄绝学 为来世开太平 他讲到的实际 实际是对这个 能够为往盛寄绝学 实际的寄绝学本身 是跟往盛的智慧关联 而不只是跟往盛的这个学论关联 为这个来世 实际原始为万世开太平 因为他是在佛学智慧系统 已经知道轮回 在三维空间的这种 人的生命的轮回状态 但是为天下的太平 是自己存在的意义了 这是他的这种情怀 才能写出那样的句子 这样的句子才能让 胡适感叹好大的口气 为什么口气 这就是志向 他有这个志向 这个有志向的愿力的人 他就知道他生存 生在这个世界上 每一分每一秒 那他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这就是不舍众生 当仁不让 这时候他呈现的这种 因为人和爱 是这个三维空间的一种 最大的格局 最大的这个生命能量的 这个平昏 和最大的能量的呈现 所以他能够 在这个状态下去呈现出 生命的这个整体的状态 所以他就说出来 五曹不出 如沧生河 其实这里边 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从更深层的理解 其实所有的沧生 众生像 都是我们内在的投影 当我们能够真正去担起 所有存在的责任的时候 这就是行菩萨道 实际上这个行菩萨道 就是发的菩提心 为什么 因为他潜意识里面 知道这个所有的存在 其实都是自己内在投影的 当能够自己 从所有的存在里面 觉察自己内在的这种认知的 这些存在 而且挑战和战胜自己 这个时候 他投影出来的世界 投影出来的这个整个宇宙 就是一种祥和的 自在的 这里面又讲到了 人远乎在 我欲人 私 人至 其实这里面的背后 大家概念是什么 其实 人 随时就是我们的本性的 这个一部分 而且是本性中 本质的那部分 因为 本性中究竟的部分 是圆满的 是本次俱足的 那是道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他可以显化 各个境界的功能 各个层次的功能 这就是德 各个层次的这种智慧 这就是德 那到了三维一个人 他恰好他的底蕴 是以高维的这种境界 决定的 在三维的显化 和三维的状态 那这种状态 他的底蕴 是内在的圆满 所以呢 因为有内在这种具足的圆满 所以你只要想 想要有 他马上就到 这我欲人 思人至于 这个在佛教智慧里面 管的叫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这也是告诉我们 在这个三维和高维的 临界态上 这个人 实际是在每一个 当下的呈现 这个他不是一个 你积累成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每一个当下的呈现 因为什么呢 到高维的时候 他是超越时空的 他不是 因为所有的刚才 一会儿过去未来 其实都是三维的认知 在这种认知下 连思维都去不了 所以只有当下 可以连接高维 这也叫计心计国 这叫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所以呢 到人远乎 我欲人 思人至义 这就是当下就可以成人 所以呢 那又讲到了 这个忠述之道 在这个层面里面 忠述 其实从中国字来讲 忠 是一个圆 它是宇宙最基本的运动方式 是环转 这是从甲骨文八个基本符里的一个符 得到的 那么我们通过我们对这个宇宙 一切存在的运动方式的观察 不管从微观还是宏观 它最基本的运动 全是圆运动 全是环转运动 大的宏观世界也是环转运动 也是圆运动 所以呢 它是宇宙一切的存在的运动 运动结构 它存在的一种运动方式 那这一树呢 叫通言 就上通 恩为恩趋 又无中大 下延到当下 所以中这个字 代表了整个宇宙 和它存在的这种能量的状态 那么这个下面这个心 实际代表整个宇宙 所以这个中和树 树是如 如是什么意思 如如不动 如去如来 指的是这个本质 所以中树实际是整个能量的本质 所以人是在我们的三维空间能够体验到的这种能量关系 它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恩为恩趋于无穷大 回归中树的究竟本质 达到恩为恩趋于无穷大 所以这个呢 这也是这个如学思想 这个真正的内涵的 形而上的这个目的 那它跟其他的所有的描述之间 它是可以关联起来的 但是呢 在针对于人来讲 针对于现实人来讲 它可以创造一个和谐的存在 为纵向提升创造充分且必要条件 而这种和谐 不是一个只是外在的和谐 是以你内在的和谐而呈现的外在和谐 所以呢 人这个概念 这个如学整体思想 就是要建立一个三维的一种和谐的能量体系 这个和谐能量体系 给我们纵向的提升 生命的意义的本质的实现 提供充分且必要的条件 所以它是一个我们生命提升的基础 那这里面讲人者无敌 这是我们用另外一个词 跟他来做一个相应 叫求同尊义 因为人者 他能够跟所有的存在同贫 而他能够找到所有存在 他们共同指向的目标 这求同 那么尊义 就尊重一切存在的时空合理性 就是他都能同贫 这时候就是和敌之友 他不会有敌人 所以梁树明先生 他以这个人体现了这种人者无敌的这种状态 所以到最后总结 就是人是原来的本然 他是本然在这个空间里的一个显化 在整个宇宙里边 人恰好是一个三维和四维临界态的一种能量的一个结构 那真正的生命和宇宙的合一的状态 那是人 这个三维的人和他的内在全然的合一 意识能量和物质能量高度和谐于当下 呈现的最完美的境界就是人 谢谢梁老师 谢谢各位听众 好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了 两位老师今天的对话 是围绕着梁树明先生解读 《论语中孔子的十三种生活态度的第一种人》 来展开的 梁老师说到人是一种情感的状态 是一种心态 人是原来的本源 刘老师说人是一种心态投影出来的情感状态 人是三维空间里最大的能量关系 人者不忧 他的坦荡是因为他有足够的平宽 这让我们对论语中说到的人 有了不一样的理解 感谢两位老师的对话分享 感谢大家在线上的收听 五分钟之后 本期课程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回听 今天晚上是团队义工的共修分享 平台上没有公开课 好 下次对话直播 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